今天秦教官 虽然身体不是很舒服 但是还是很努力的看到 今天有一个最新的消息 是什么呢 那就是大陆的海警船 哇 现在真的 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不是台湾的本岛 而是在金门 之前其实我们都知道 在大陆海警 其实都有绕行 金门附近的水域 已经没有所谓的 是禁限制水域了 这个不打紧 但是在今天看到说 它有多近的距离呢 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指出 在今天是在清晨的时候 它一度逼近金湖 将近只有五海里 是史上最近的一次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画面 这个其实是我们的海巡 台湾方面的海巡 从船上拍过去的画面 然后也有广播驱离了 然后这个镜头 就越来越zoom in进去 拉近距离看 后来连这个船的 船号都看见了 那这个呢 是史上头一次这么近 进到只有五海里 后来呢 海巡派了三艘海巡的船舰 全程历史大约两个小时 那么大陆的海警船呢 分别是14609 14603 14513以及14605 看到呢在这一次 他们就是台湾只能是平行的监控 哇你看看这个船 大小差很多 好近啊 而且你看是从我们这边拍的 那我们的海巡署的船很小 很小 大陆的海警船很大 就显得高 高高壮壮的那感觉 非常大 所以你要驱离 没有这个本事 对 基本上来讲 小船无法驱离大船 只有大船能够驱离小船 是所以我们说广播是事实 但驱离 那就听听就好 那不可能的是 好但事实上呢 这个海巡后来表示 这个是滋扰意图相当的明显 要维系 海警这样做无助于 惊吓人民的情感维系 无异于两岸的对等交流 要求中国体认 区域和平稳定的重要 海巡将持续以坚定立场 守护国家海洋的权利 不过这点我不太理解 民进党根本不想两岸好 然后民进党一直在 挑拨两岸关系而越紧张 伤害两岸人民感情 对啊赖信德最近 也一直在挑衅对方 好像就是要准备 只是他没有跟对方干架 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时候 怎么又在乎两岸之间的感觉呢 因为他们靠近我们到五海里了 这个时候就要这样说吗 怎么又说 再乎台湾人的感觉呢 因为平常你不是在台湾内部里面 一直希望 能够挑起愁中反中的这种情绪吗 说什么高铁没靠背 什么住土窑房 什么吃不起茶叶蛋 吃不起榨菜 然后所有的能够侮辱中国大陆 挑衅中国大陆的话 能够做的你都做了 怎么这个时候又说 要希望大陆在乎台湾人的感情 我觉得这个民进党 其实我们绝大部分的台湾人都知道 大陆只针对台独而不针对我们 所以千万耐心得 不要把我们绑到你的战车上 你不代表台湾 你不代表台湾 你就似成人的支持 赖老师 你让我先说一下 我很生气 你不要这么激动 你每次他讲到这个你就很激动 不要说台湾跟台独要分开 这个你已经讲过很多次 对 一定要分开的 对对对 但是我要问的是说 你觉得他现在已经可以到五海里了 这代表什么意思 为什么在今天要靠这么紧 我觉得对于大陆来说的话 他是按照他的任务 按照他的需要 他想走多少就走多少 他想进多少就进多少 而且都是针对于你赖清德的讲话 因为赖清德刚好召开记者会 不是对于大陆的公布的 有关于台独的 严惩台独的二十几条 那赖清德不是马上就回应吗 然后把我们台湾人 对不起 你不代表台湾 你别想把我们台湾人 绑在你的战车上 那大陆马上就回应了 好 所以就用这样的方式来回应 但是那接下来是不是可能 如果说一旦这个赖清德 还是这么样的强硬的话 那就不排除 还会有下一步的 赖清德是就嘴巴强硬了 他什么本事都没有 他就是一张嘴而已 但是光是靠嘴硬的话 大陆就是会采取行动啦 但是大陆的行动 却是武力军力警力的 一个具体的行动 而赖清德就一张嘴的行动 那就差很多 对 好 所以换句话说 其实大陆方面毫不手软 这也让我想到其实在昨天 你知道日本也很紧张 因为我不晓得是不是日本 也开始想要学菲律宾一样 再来挑衅 是轮着来就对了 因为看到菲律宾去闯仁爱礁 结果后来在昨天 我看到日本 他们其实是有四艘船只 进入钓鱼岛 进入到钓鱼岛附近的水域 那么根据日媒的观察报导 就说两艘大陆的海警船只 就从昨天晚上7点55分之前 前后才相继的离开 进入领海外侧的毗邻区 但在此之前其实他们都是跟着 而且他们还观察到就说 这个船其实还有类似机关炮的装置 那么他们就统计了 说这两艘船中国大陆的船 驶入尖阁领海已经是今年的 第23天 驶入钓鱼岛 领海 是是是 因为日媒的报导 所以就照贴上去 然后日本媒体报导 是连续186天 哇 这个中国大陆的公务船 很勤奋 连续186天 都在那附近 钓鱼台海域附近 发现到中国大陆的公务船 是创新记录 连续186天 小编可以帮我换个标吗 连续186天 所以换句话说 其实我们看到大陆方面 这个动作 其实也是相当的不手软 这个代表什么 就是其实不要说是在台湾了 在台海了 在金门了 在外岛了 在南海了 甚至在日本 都可以照顾的周周到道 要多少船有多少船 就是这样 中国的海景是全世界 最强大的海景 因为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 而且中国海洋线本来 就比美国长 所以中国的海景的警力 是超过美国 是全世界最强大的警力 那当然中国大陆也很清楚知道说 现在的日本想仿造菲律宾 也想在钓鱼岛闹事 那这个时候怎么可能容许你 日本来傻眼 因此很明显的 就这个海景船就进入了 那当然中国的海景船是一直 持续不断的就在钓鱼岛的周边 这是个地方巡逻 有的时候在毗邻区 那就是保持警戒 有时候就进入这个领海 那么就是宣示主权 行使行政管辖权 一旦看到日本的船只进来 那当然就是进去里面 把你驱赶走 其实过去啊 有多次的想要直接逮捕 这个日本的非法的船 那个进入我们领海的船只 把它拖掉回去 后来日本的百万天的船 就挡在那个地方挡来挡去 然后让日本的船 赶快逃逸出去 现在的情况 日本的船又进来 想仿造菲律宾 我觉得中国大陆的海景船 当然就不客气了 你觉得会不会自美国在背后 提醒日本说 哎该你上了 我觉得当然是美国在操弄嘛 美国一手在操弄南海东海 还有台海台独之间的一个做法嘛 就是美国它目前来讲 卯足它的力量就是希望 能够让中国的周边的海域 都不安宁都不安静 所以要台独的闹事 要日本闹事 要菲律宾闹事 这个就是美国的一贯的做法 所以日本这一次对南海 也说三道四啊 连韩国都说三道四啊 韩国说三道四 也被中国大陆直接打链嘛 是 不过关键还是在菲律宾 那现在呢其实看看 大陆方面不仅是有海警 当然还有解放军 现在是在这里呢 是严密的要保护 捍卫这边的主权 其中我看到的呢 这个最新的这个资料里面 看到呢是有这个AIS船舶公开信号表明 中非两国在仁爱礁有在激烈的这个对峙过后 没有几天呢大陆的海警5901舰 就抵达了中叶岛附近的海域了 在这边呢其实给大家看一下这张手版 这个5901海警船 它是在6月24号也就是我们这个看到昨天呢 它是到了包括有 有美济礁仁爱礁仙兵礁 这边多打了字还有仙兵礁 这美济礁仁爱礁仙兵礁 从航机图可以看得出来 它就在那里附近绕行 那么并且呢那这个 我们可以看到5901呢 它是最大的海警船之一 全世界最大的 有76毫米舰炮排水量 甚至达1.2万吨 是的 湾顿起的大区 是是是 所以它其实跟055也没有什么 太大的差别了 对的 因为是这样子 因为菲律宾都在中国的 实际上的岛屿控制区 例如说仁爱礁 黄岩岛 新兵礁 在这个地方里面去挑衅 那中国大陆当然也就进入了 菲律宾现在的实际控制区 那也就是中叶岛 在这个地方那么开始接近巡逻 必要的时候 这个不排除中国大陆 未来的两栖登陆舰 搞不好就直接上舰了 那么也就是说去控制 整个中叶岛 所以我觉得今天菲律宾 小马可市 你今天跑到中国的实际控制区 人爱礁 你来闹事的话 那你不能排除未来中国大陆 会直接把中叶岛就收回来了 然后你美国敢怎么样 美国难道你要跟中国大陆 打一场海战吗 空海战吗 我相信美国没有这个本事 也没有这个底气 但是如果一旦你菲律宾 小马可市闹到改变现状了 中国大陆一次把中叶岛收回 那看你美国菲律宾还敢说什么 的确 所以这不仅仅是有看到这个5901 一个万顿的这个大船 巨大的这个可以有 嚇阻的力量之外 而且它是出现在中叶岛的 附近的水域 其实还有解放军 有一艘075-27攻击舰 之前我们其实也有注意到 说它本来是在褶壁礁附近 后来呢就到仁爱礁附近了 那但事实上呢 当你看到这个褶壁礁 它在离中叶岛附近 也是非常近的距离 才20公里 所以如果说真的 今天大陆要采取行动 它不是不能做 它其实是可以很快速的 就可以达到它的目标 是的 因为中叶岛这个岛屿 它是义工难守 非常容易打下来 也就是说你除了从海上 这个两栖登陆以外 你还可以从空中 所以075的这种两栖攻击舰 它除了气垫船可以登陆以外 它本身的直升机 也可以空降这些军队 特中部队 那么就直接进入岛屿 来掌控这个地区 基本上来说的话 当中国大陆对于中叶岛 如果实施军事行动的时候 你菲律宾一点办法都没有 而且你美国也一点办法都没有 即使你美国说 我美菲的军事共同防御条例生效 你来试看看 到今天为止 美国都不敢宣布 说他们的共同防御条例生效 对 这个等一下我会进一步 来请教赖老师 所以其实现在如果光是讲 一艘两栖攻击舰 075还有5901舰 万吨1.2万吨排水量的大巨舰 他已经可以在中叶岛附近待命 而且随时在附近绕行的话 还有值得关注的就是 是不是真的也有可能 真的就夺下中叶岛 因为解放军其实在近日 他有登陆舰队编队到南海 展开实战化的训练 我们看到军事媒体 他们在上周六已经报导 参与这次训练的就包括了 丹霞山号 老铁山号 庐山号 等多艘大型的登陆舰 我们讲三山 那么都来了 然后在那边呢 练习演练什么 各舰迅速进入阵位 对空防御阵型 并且呢还有围绕 实弹射击等等等等的训练 都在加强演练 你真的不能排除 是不是可能解放军 已经做好了准备 我觉得解放军在做各种准备 也就是各种模拟 欢迎这也就是说 中国并不是完全被动 其实是我们讲的积极防御 换言之也就是说 中国一直考虑 东盟的国家的感受 对 然后也都希望能够把 这个南海共同行为准则 能够通过 东盟的国家 九个国家基本上来讲 都同意这样的一个方法 我觉得已经经过两年多的折腾 东盟的国家都已经看到 中国这么一个大国 一个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他保持这么强大的克制 那克制到这个程度的时候 其实我想马来西亚的总理 看得最明白 对 就是忍无可忍 真的有一天可能就不必再忍 那在这个情形下的时候 如果你菲律宾 美国你要闹是闹到没有劫次的话 坦白说一旦解放军采取不同的 因为解放军的打法永远不是根据你的脚本打 当然不是 那所以你的脚本 出其不义的打法 对 你的脚本以为都在仁爱教 都在宣兵教 可是中国的脚本很有可能就是把中叶岛拿下来 对 那问题就在于你美国菲律宾 你准备好应对中国拿下这个中叶岛的这个脚本吗 中国拿下来以后你美国人敢上岛 再去跟中国大陆来夺岛而战吗 来拼斗吗 就根本不可能嘛 也不敢嘛 你也没有这个能力嘛 不可能不敢也没这个能力 那么在这个情形下 当中国大陆一旦把中叶岛整个拿下来了以后 那整个战略态势就改变了 更何况对于一些不讲是非的国家 不讲是非黑白的国家 例如说大家都知道南海的岛屿主权 我们一直在强调 1945年的时候 美国英国法国等所有的国家 都知道整个十一段线内的岛屿 都是属于中国的 在当时都很明明白白的 都知道这是属于中国 而且在过去你们的地理历地图上 写画的也都是有十一段线 今天你们是因为追随美国 然后看到中国大陆强大了 就否认你们过去承认的事情 那这个叫做不讲道理 一旦你不讲道理的时候 那中国大陆就不会理会你们的意见了 我觉得现在的情况是这样 欧洲的相关的国家 对南海指责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根本不理会 为什么因为这些国家 就是不讲道理的国家 不讲道理的国家 中国根本不理会 不理会一旦拿下中叶岛的时候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但是在这个时候 你的任何意见 中国根本就把你当耳边风 而且严格上来讲 就放在垃圾桶里面丢掉算了 其实你刚刚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其实关键在于什么 叫感受 就是东盟其他国家的感受 我想问两个国家 一个其实很明显就是马来西亚 似乎现在是站在中方的立场 像马哈迪 这个环球时报记者有专访他 他是马来西亚的前总理 他就说 尽管美国不是南海域内的国家 但是他似乎非常喜欢 煽动国家之间开展对抗 甚至引导他们走向战争 就像俄乌之间一样 所以他认为菲律宾不想与中国开战 因为他根本没有能力这样做 那他就禁告菲律宾 对于这些域外国家的煽动 应该要保持警戒 所以他现在是在提醒菲律宾 你自己小心看着办 有点这个意思 但事实上他已经点名 点到了什么样的域外国家 大家一听也应该很明白了吧 是的 但是问题就是我不认为 菲律宾的政客会听得进去 特别是小马克思 我不认为他会听得进去 他还是要看美国怎么做 最主要是因为他跟美国的勾连 让他个人获得巨大的势力 即使牺牲了菲律宾人的利益 对小马克思的这个政治家族来说的话 他根本不在乎 因为菲律宾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国家 菲律宾这个国家是有一百多个家族所掌控的 每一个家族控制一个地盘 都像封建筑一样 这个封建筑对于底下的人 他们把他当成二等人 当成奴隶 当成死亿的人 虽然他外面批了一成万一 就是说我们好像是民主 但事实上在菲律宾根本没有民主这个实质 他基本上都是家族利益在控制 所以对于菲律宾的小马克思 只是一百三十几个家族中的一只家族 是大一点的一个家族 他的父亲就是一个非常独裁 贪毒而且残暴的一个父亲 那这样的一个家族 他基本上有一定的势力 而他在美国的利率很大 因为他当初被美国 这个他逃到夏威夷的时候 因为他们内部发生政变 然后他逃到夏威夷 可是因为他的贪毒的钱 被美国人控制住几百亿美元 那现在他要把那个钱拿回来 他在美国的司法官司 他想要拿回来 美国又把他从夏威夷 送回菲律宾去恢复 他的政治家族 所以他本身跟美国的利益 是挂在一起的 就绑在一起的啦 所以马哈迪的讲话 小马可是绝对听不进去 好 所以现在关键其实是还有 就是要看美国啊 因为美国现在你看很明显 就是当我们看到这个康达 其实他到了这个越南 然后呢他就在强调的就是 美非共和防御条约 还是坚如磐石 你可以这样翻啦 就是非常坚定的 就如此而已 然后呢其实呢像这个 美国跟菲律宾高官 他们彼此通了个话 通话了以后又如何 其实也就是把中国骂一骂 然后呢就美国自己的船舰 其实关键在于 他们都不在 都躲啦 跑啦 跑啦 没有一个航母战略群在南海啦 全部都溜光了 对不对 所以都跑了的话 那是美国自己害怕了吗 美国当然害怕 因为如果南海真的 有实战的话 美国的航母战略群 幸存力很低 就是他活下来的可能性 非常少 那美国在南海怎么作战 美国在南海跟美马作战 而且根本赢不了中国大陆 我们看看兰德的一个军演 美国其实很清楚知道 兰德的撒盘退演中 在南海之间跟解放军交战 长得两个礼拜 短一个礼拜 美国的海空全军覆没 所以賴老师 到底美国的航母 什么时候会回来啊 我想小马可是也很想问这句话吧 可能遥遥无奇 为什么 怎么可能 有可能啊 因为雷根号航母要回去了嘛 雷根号要回去了 去哪里啊 回美国母港去了 回美国母港了 对不对 然后罗斯福号航母现在在 在釜山 然后之后他要到红海去 罗斯福号要去红海 所以他怎么会在南海呢 那南海空呢 还有哪一艘船 没有了 美国美国航母不够用啊 然后艾森豪威尔号也回去了 也回去了 因为被打的实在是受不了了 他本来说要任期延长的 结果后来现在呢 也不延了 就还是回去了 这就是不同寻常 两个可能性 第一个可能性就是被这个 这个胡赛打的实在是受不了了 他的防空导弹已经快打完了 哦 胡赛实在是很特殊 他用游击部队的方法 用最便宜的导弹 然后结果消耗了这个艾森豪 三百多枚防空导弹 三百多枚 每枚都是几亿的身价 不得了耶 那么消耗了三百多枚 那三百多枚消耗完了以后 美国的航母跟美国的导弹 护卫舰他们已经撑不住了 那撑不住了以后 现在的情况是 俄罗斯由于克里米亚半岛被打 所以他扬言美国 他认为他点名就是美国人干的 所以他要美国人后果自负 那后果自负也就是说 这个普丁的新闻发言人已经说了 不要忘了普丁说过 会提供给先进的武器 给美国的敌人 那如果他一旦提供给 胡赛组织相关的这种 超高音速导弹 那美国的航母绝对招架不住 那赶快溜嘛 溜得很快 所以照这样的话 现在菲律宾这边已经没有靠山了 那照这样的话应该乖了吧 我觉得很难说 因为美国人会叫菲律宾 拒续闹 只是没有航母了 不过他当时闹的是也没有航母 因为航母已经溜得很远了 不过我就很好奇 这次他还要派哪个海军特种兵呢 上次已经有断旨了 那接下来难道还是要派同一批的海军特种兵 还是他们还有另外新的一批呢 或甚至是菲律宾的海警呢 海警其实上次是在闭上关 但是我觉得海警其实看起来 他跟他们的这个海军特种兵 意见又不太一样 所以现在呢我们也就很好奇 小马可是反正已经讲了 不会被吓到还要军人继续履行职责 那就来啊要军人所以已经是特种兵 所以是陆军或是海军陆战队 但是绝对不会是警察了 因为他讲的是军人 是然后呢但是问题来了 就是其实我看这个菲律宾 现在目前呢他们的这个官员 像他们的这个文官长 文官长叫做卢卡斯·贝萨明 有人叫他是小马可市的执行秘书 甚至有个绰号叫小总统 那么根据路透社还有法新社的报导 说现在呢因为这个文官长讲 菲律宾还没有准备把世界归类为 这个上次的那个冲突 归类为武装袭击 所以呢就不到用到 美非共同防御条约的那个程度啦 很奇怪耶按道理来讲 菲律宾应该是巴德赶快能够启动 对不对 菲律宾过去一直不断的强调 我们马上会启动美非防御条约 对呀 我假如有人受伤老百姓也好 警察也好军人也好 只要有人受伤不见得死亡 这个美非的共同防御条约 马上启动 可是现在怎么菲律宾说不启动呢 对呀很奇怪 那就是美国人告诉你说不要启动 哦 开玩笑 启动了我不是脸丢光了 美国不方便说 叫菲律宾怎么说 对呀因为美国如果自己说 哎呀那个我们没有启动 大家就说原来是你解释啊 原来这个美非共同防御条约是你解释啊 所以死人呢你说不启动也不启动 哦原来这个美非共同防御条约 起不启动是你美国决定说了算 而不是真的有一个人 发生什么事情的话就立刻启动 原来他不是自动生肖 他是被动生肖 那这样的话那谁还给你签啊 哎呦真的 对美国人来讲的话 那这颜面扫地啊 他的这种已经在乌克兰丢脸了 阿富汗也丢脸了 对 那如果在菲律宾也丢脸 台独人就不再信任他 日本人韩国人也不再信任他 那美国人在亚太地区不是破产了 这个时候怎么办 最好你菲律宾你就可以跟我说 你自己出来跟我说 是 那菲律宾就出来说 我们没有要启动 我们没有要启动 美国人就说晚安 哎可是还有个国家是越南 因为越南其实本来跟中国方面 也是有这个主权方面争议的 对的 那现在因为越南其实他非常的摇摆 对 那你看这次越南总理范明正 他现在已经到了中国大陆了 是的 那主要他这次要参加的是 夏季达沃斯论坛嘛 可是事实上他已经跟这个 大陆的总理李强见面 是的 那我看其实相当的报导并不多 对 我在想到底现在大陆 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在看待 那这个越南如果他现在 一方面他从美国那儿得不到好处 然后呢如果大陆方面又不协助他 对 因为现在越南显然是需要帮助的 是的 那会不会就开始也跟着 学菲律宾起哄啊 越南没有这个本事 没有 因为越南跟中国大陆直接交界 是第一个 就边界连在一起 第二个贸易量太大了 第三个就是越南的供应链 几乎都是从中国来的 所以对于越南来说 如果他要模仿菲律宾来闹事的话 那中国大陆要对于越南施加压力的筹码 那就比以前更多了 更何况对于越南来说 他自己知道他也是社会主义的国家 然后他的国内的内部里面 其实并不稳定 因为南方目前蠢蠢欲动 美国一直在里面 事实上有在培养游击部队 尤其是在于西南方的山地里面 美国把很多原来在越南的这些人员 那么偷偷的都已经送回去 所以对越南来说 他自己知道 他内部的局势 美国是两手的 这一手跟你北部的越南交往 二手他在培养南部的势力 三方面他还有一点 就在培养游击部队 能够让他动乱 骚乱这样的一个情形 所以对越南来讲 他对美国也不是很信任 所以你看越南的武器弹药 主要还是跟俄国来购买 然后另外他在经济方面 他要维持他的经济成长的话 还是需要依赖中国大陆 所以对越南他不敢 跟中国大陆试破脸 不过由于他想从大国之间的 彼此的斗争中来捞得好处 所以他反反复复的情形下 对中国大陆来讲 这样的朋友就很难交 虽然可以像兄弟一样 但是随时可以翻脸的兄弟 那不好来往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够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所以优先给摆担 因为世界小鸟和精油 带我们许多高科学 偶尽大学 都是特急死的 Даже你感兴趣 感谢观看